我是Enter,歡迎收看EnterBox 我們都希望筆電的續航力是越長越好 所以會選擇購買輕薄筆電長效型的筆電 可能看它的電池更大,省電更厲害 那除了在硬體上面的進步 我們還可以通過哪些步驟來省電 來延長筆電的續航力呢? 那在這個情況下效能的影響又會是如何? 其實不管是買哪個牌子的筆電或是手機 可能很多人都會有感覺 我怎麼用一陣子以後續航力越來越低 常見的狀況大概有幾種 第一個像是因為你安裝執行的東西越來越多 可能有一些在背景運行的東西它就慢慢累積就會影響到續航力了 我可能給大家建議就是平常不要亂裝軟體 那第二個就是離電是它本身的特性 壽命就是會慢慢退化的 那我們假設用一年的話只剩下90%的續航力 那兩年就81,3年73到4年 就只剩下65%了 哇原本文書筆電假設可以用10個小時的筆電 現在就只剩下6.5個小時了 續航力當然會明顯感覺到變少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 文書筆電超得非常兇 幾乎每天都會用到200%的電池 那這個電池壽命的衰退可能就更可觀了 那其實在Windows裡面有多種的電池模式 如果你選到省電模式就會發現 Intel Evo V3的輕薄筆電 續航力是差的很誇張的 平常用文書使用 一天下來是完全用不完的 這個是Windows 10下面最直觀最方便 可以去調整筆電的效能還有續航力的方式 那如果你想要進一步調整它的細節 像是螢幕亮度 螢幕的量的時間 我們會將這些步驟寫在教學文章裡面方便大家查閱 那在最新的Windows 11裡面呢 則是稍微改了一下名字但是意思基本上是相同的 當然在Windows 11就是要搭配Intel第12代處理器的筆電了 這次因為跟Intel的合作 所以在討論這些話題的同時我也會介紹一些 Intel Evo V3的新機種的一些優勢還有比較 以下我們有些數據就是以華碩的ZenBook的測試結果來舉例 當然因為持有的時間不長所以有一些 一個項目就要跑十幾個小時的那這個我們就真的沒辦法測了 首先看到第一個測試數據的表格螢幕的亮度我們都把它固定在56% 是因為大概是100尼特 那它對於大多室內的場景來說是已經足夠的 而UX3402的螢幕要達到100尼特 螢幕亮度就要設定在56% 首先可以看到在相同條件下 最佳效能的續航力會不如平衡模式那麼好 但是蠻直觀好理解的 平衡模式下的續航力大概高了9% 可別小看這9% 在10個小時的續航力的筆電中 這9%也就意味著一個小時的差距了 那麼在最佳電源效率模式下 可以看到續航力沒有差太多大概差4% 略短於平衡模式 不過效能的分數就有明顯的差距了 一個小時的續航力可以換來什麼呢 可以看到效能分數是7873對上6000 差不多是31%的差距 這個31%我覺得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真的是可以參考就好 因為每個筆電的調校差異會到非常非常大 每個人的使用情景還有方式也非常不同 以UX3402做文書來說 兩個模式其實我是感覺不太出來這個效能的差異的 所以有時候分數就是他可以做一個參考 此外我個人覺得實際在最佳電源效率這個模式下使用一些應用的時候 的確會感覺反應速度慢一點點 但基本上速度都是非常順暢的 除非是用到大量運算 那這個效能的差距才會比較明顯 好即便同樣都是平衡模式 在電池模式或是接電模式 效能通常也會有差距 以UX3402來說接上電以後效能就提高5%了 這方面其實就很看廠商的調校還有設定 有的可能接不接電都沒有差 那有的筆電可能就會差到好幾倍 這種情況尤其在電競筆電就更是明顯了 這邊我也整理一下 Crossmark在三種效能模式還有兩種電源模式下 共六種狀態下的跑分 Crossmark它是標榜貼近真實世界使用場景的效能測試 所以像是基本的文書上網或是相片影片編輯都會測試到 也可以給大家一個參考 特別的是Crossmark它是跨平台支援 所以你也可以拿這些數據跟其他架構 其他品牌的筆電手機來比較 雖然說你怎麼去解讀這個數據是一回事 那至少它是一個方便不錯的參考基準 那雖然測多少也會多少有差距 但我們就真的已經盡量控制它的變音還有差異了 首先從表格數據我們可以看到 在接電模式下效能會有比較好的表現 而且看起來還是不止5% 有時你會看到同樣CPU的筆電 規格也差不多 但是不同品牌可能第一個品牌賣2萬5 另外一個品牌可能就賣4萬 那我們之前的影片有講到 這個其實差異在非常非常多的細節 像是做工散熱保固等等 那其實在電源這方面的調校差異也非常大 尤其是一線品牌有比較多的資源 還有心力去顧好這一塊 因此給使用者的體驗上會差蠻多的 那當然不是說筆電一定貴的就一定調校比較好 或是它續航力一定就比較好 但是大多數賣便宜的機種真的你就比較難感受到這些使用細節上的差異 如果你覺得廠商的設定模式你不喜歡 不符合你的生活條件 那後面我們可以告訴大家去哪裡去修改這些細節 我這邊想到一個例子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細節你可能從外觀上是看不出來的 那麼也跟上面說的價格無關也跟好壞無關 想要舉一個同樣硬體規格的機子 那因為調校的不同定位的不同會不同的差異 好這個例子就是Intel其實官方自己是有出一個筆電的系列 這個應該很多人都不知道 台灣好像也沒有賣吧 我這個我不確定 其中就是這一台Intel NUC M15 就是採用Intel Core D11代的處理器 而且具備自家的Intel EVO認證 它的CPU功耗是28W的 而我之前有開箱過 Adata的XPG Xenia Xe 它同樣也具備Intel EVO認證 規格跟這台是完全一樣 但是XPG這一台它更主打的是電競風格的生活取向 它的CPU功耗設定是在40W 因此在效能還有跑分上都有比較好 不過反過來說 這兩台的筆電它電池容量是一樣的 那麼在高負載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推敲出來 可以預期Intel NUC M15它的續航力會更好 好那第二個會影響的大概就是螢幕了 其實螢幕佔了筆電不少耗電 我之前有聽筆電常說過一個數字 但是其實不同類型的筆電 這個差異幅度是非常大的 那如前面提到 如果你覺得模式預設的有點不足 後面是可以去調螢幕的變暗的時間 螢幕關閉的時間 這個對於省電來說都有非常大的幫助 其中亮度高低的影響對續航力尤為巨大 在視覺舒服的情況下 我會建議不要把螢幕的亮度調太高 就能顯著提高續航力了 像是我使用筆電的時候 我會避免背後直接是陽光很強的窗戶 這樣就可以避免我需要將螢幕的亮度開到最亮 那或是你的格局沒有辦法改變 那就可以在窗戶上加個窗簾 那我不是窗簾專家 但是生活經驗我可以給一點小建議 就是可以買那種稍微透光的 把陽光當作自然採光 不要完全遮住 那你這樣就可以減少室內人為燈光的耗電 而且空間中所有物體在自然光的下面 來說它的顏色表現會比較好看 好那類似的道理 像我去星巴克IKEA 我也會盡量避免在窗戶旁邊 在大太陽的天氣下 你的筆電就算是頂級螢幕OLED 或是有5600尼特的超亮規格 你也絕對拼不過烈洋的 絕對會看不清螢幕 或是在捷運 如果是在非地下段 那我也會選擇沒有太陽的那一側 這樣就可以盡量減少筆電螢幕的耗電了 好那針對螢幕亮度的不同 以華碩這台具備intel evo v3認證的筆電來說 在PCMark Modern Office設定在平坑模式 可以發現螢幕亮度的不同 對續航力是有顯著的影響 當然一趴太暗了 正常人在白天也不太可能這樣子用 但是以100尼特來說 能夠有10個小時44分鐘的續航力表現 相較最大亮度只有8個小時左右 大概就有34%的續航力提升了 有趣的是 在一些供電能力比較吃緊的機種 甚至有可能會發生 螢幕變亮一點 耗電變高 CPU效能就會弱一點的情況 真的 例如微軟的Surface Laptop Studio 這台筆電的入門價格是46000左右 整機的設計真的是很好用 然後外觀也很漂亮 我之前用的這一台是商戶版的規格 所以價格大概到11萬左右 可以看到 當螢幕亮度低於60%的時候 CPU的功耗就有明顯提升的 而且這個差異可以到2瓦 近年不管是手機還是電腦 大多主流的作業系統都有Dark Mode可以選擇了 我自己也是愛用者 這部分要分為兩個情況來討論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偏好LCD類型的螢幕 由於其特性 在日常白天的辦公環境下 Dark Mode就需要更亮的螢幕才能讓我們看清畫面 肯定就需要多耗電了 但是作為Dark Mode的愛用者 還有LCD的偏好選擇 我寧可騎乘續航力 我也會繼續用Dark Mode 所以這部分真的就是看大家的選擇跟取捨 如果你喜歡的是OLED的螢幕 像ASUS ZenBook 14X OLED UX3402這台筆電 它採用的就是OLED的螢幕 這種螢幕顯示的特性就是 在使用Dark Mode的時候 它通常會更加省電 另外一點就是螢幕的更新率 以目前Windows的市場來說 如果你的筆電可以支援到240Hz 120Hz 或是我最近在用一台技嘉AUROS的筆電 它可以到360Hz 可能你出門時想要省電 那我就會建議你可以降低螢幕的更新率 這樣不只節省了螢幕本身的耗電 也減少了高更新率所需要的運算功耗負擔 螢幕更新率的設定其實也蠻簡單的 不過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我們還是特別寫一篇文章告訴大家 讓比較好找知道說Windows裡面怎麼去改這些設定 那當然這也算是限制筆電的規格的損招了啦 不見得每個人都可以接受 但畢竟續航力、重量、效能、使用感受這些 就是一個取捨程度的問題 那就是按照你自己喜歡的還有重視程度去排列 去調整看看了 而這次一直露臉的ZenBook UX3402 它具備Intel EVO的認證 它到底值不值得買呢? 我覺得它蠻適合需要輕薄長效 但是預算有限的使用者選購 通常我是推薦買i5版本就可以了 那麼項目手上這下還是i7的 而且如果你不習慣OLED 還可以省下2000塊買非OLED版本的 那它兩款都是有Intel EVO的認證 在續航力上面也是比較有參考價值的 而且它的價格定位來講 在輕薄筆電當中算是中立價位不會到太貴 那相對的我覺得UX3402 它在外觀還有做工的一些感受上的細節是有所忽略的 而如果你的銀彈充足預算可以拿到5萬 然後你對細節Mega比較在乎的話 近期同品牌我會比較優先考慮UX5401 那這兩台主要是勝在效能更強 但是價格比較貴 那價格貴不代表它續航就一定比較好 從規格上可以看到 UX5401它的電池容量反而比較小 而且因為效能更強的處理器的耗電理論上應該是更大 那有些型號還有獨立顯卡 因此我推敲UX3402的續航力應該會明顯更長的 那用這個推敲的方式是因為我們沒有實測過UX5400系列 而且華碩雖然有標示出來UX3402的續航力是18個小時 但是你可以看到在官網上面 UX5400的系列它就沒有標示續航力了 那麼這個就真的無從比較了 只能說用推測的方式 誒等一下你現在是不是突然有一個疑惑了 剛才UX3402的續航力不是說11個小時嗎 為什麼跟華碩標示的18個小時差那麼多 其實這個就是影片開頭提到的 不同測試方式設定都會影響到這個續航力 這方面華碩其實是比較真實的了 網頁有寫出它的測試方式是用1080P 關閉WiFi然後平衡模式下的設定 包括螢幕亮度它都有標示出來 而我這次是用PC Mark X Modern Office來測試的 所以測出來的結果那不一樣就會相當合理 其實華碩真的是標示很清楚的了 很多筆電廠商即便是上市公司的跨國企業 我在他們官網經常是找不到這些資訊的 這時就真的很難讓人相信 文薰鞋的續航力十幾個小時水分到底有多高 所以我覺得Intel EVO認證的價值 對於熟悉筆電的玩家或是第一次買筆電的新手 他都能幫我們快速的篩選那些Intel的筆電 在真實使用的情境下的續航力 有沒有比較高的門檻水準 除了上述的例子 其他品牌之間的比較 也可以看出並非越貴的輕薄筆電 它的效能續航力就一定會更好 最後幫Intel打個廣告 如果你是對3C科技有興趣的大學生 9月18號前趕快報名參加Intel第二屆校園社群大使 去年我從旁觀察了感覺 我覺得真的可以讓學生收穫滿滿 有很多產品的福利 主辦單位真的是很用心 好 不說了 那我先去準備明年考大學啦 我是Enter 拜拜